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通过数据看核酸检测医药企业 他们的利润有多疯狂 以及医疗机构和政府官员 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作恶 微博上有位叫尚未云游的网友 给了大家核酸企业 到底能赚多少钱的一篇博文 他在博文中说 检测到底能带给核酸公司多少利润呢 他说这是一个大概数据 不是非常准确 数据来源于网络 从2021年度 整个重庆市的总生产总值 与财政收入与支出出来 与这次全程封控做全员核酸做个比较 当然这次全程封控一直延展到 大重庆区域的交线 所以即使排除部分交线没有做 但是大重庆常住人口也大多集中在主城区域 主城周边的交线都是一样全部封控做全员核酸 所以以下数据依据2021年度重庆市常住人口为计算基数 3212万每天一减连续7天 还不算之前的3天2头的检测公司按照每人次算3.5元 这是最低价计算向国家或者地方财政索取检测费用 3212万乘以3.5乘以每周7天等于7亿8694万 按照百度出来的单管检测费用1.95块钱 检测公司是每20人合并混检 也就是3212万乘以1.95除以20再乘以一周7天等于2192万1900 按照最近重庆某区招聘核酸检测总人数为200人每天每小时35块钱的费用计算人力成本 按照每天10小时计算 重庆所有区县合计38个也就是35乘以10乘以200乘以38再乘以7等于1862万 合计费用为2192万1900加上1862万等于4054万1900 所以毛收入也就是向国家或者地方财政索取费用为7亿8694万 利润是7亿8694万减去人力成本的4054万1900 剩下的就是7亿4639万8100 上位云游这位网友说肯定有人质疑这个算法会提出检测公司会以实际检测管束来结算费用 3212万除以20乘以3.5减去1.95再乘以一周七天等于1742万5千1 这可是一周的纯利润 放眼望去哪一个行业能拿到这么高的利润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 有50%的利润他就会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既然核酸检测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利润 他当然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收买医疗机构和政府官员 让这些人和他们一起从老百姓身上捞钱 老百姓这两年在吃喝玩乐上有多节省都不用说了 但是为了能出门赚钱出门买菜必须要做核酸 所以这些核酸企业和被他们利益绑架的医疗机构和政府官员就设置了 要想出门就必须有48小时或者72小时这一硬性规定 否则就一辈子待在家里 政府财政医保没钱那就自费 他们的钱是不能少赚的 据中极控专家所言 对有2700万人口的城市连续开展 三至四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理论上说十天至两周就能实现社会层面的疫情清零 但是北京自5月1日起 强制全员每三天一轮核酸筛查半年多 疫情不仅没完没了 看似还在家居 这就是核酸检测企业政府相关官员医疗机构 一起做的局让疫情越来越严重 然后他们好借此大捞特捞 至于老百姓有没有收入 失业不失业 饭店关不关门 他们才不管呢 至于什么样的是阳性 什么是密接 还不是他们调整个数据的事 都不用说新冠 就是血压多高 算高血压 他们一样也可以调整 不知这些高血压的药企和核酸企业背后是不是同一些人 还是高血压的药企看到核酸检测企业玩的这么溜 这么赚钱 只要调整数值 让医疗机构给背书就能赚大钱 因此也坐不住了 于是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机构 将中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介质由140到90毫米拱柱下调至130到80毫米拱柱 这意味着众多正常高血压高职人群被转入高血压人群 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后 中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将超过6亿 将近一半人口有高血压 这得给医院医药公司带来多少患者多少利润啊 因为中国老百姓其实不止中国老百姓 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是一样的 都被洗脑教育的非常相信医疗机构的话 这一标准下调后 有多少原来正常的人就会去医院看病 去药店买药 因此再将中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介质由140到90毫米拱柱下调至130到80毫米拱柱 这个官方消息发布后 多家高血压药物板块企业股价大幅上涨 有一句古话叫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这些人为了他们自己赚钱 然后致老百姓的生活于不顾 使得中国2022年上半年 31个省市全部赤字 上海的赤字高达18亿人民币 财政收入第一大省广东赤字接近3000亿 财政自己率低于70% 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16到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7% 而实际情况应达到30%左右 就这么样的经济状况 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呢 经济支撑不住 共产党必然下台 那么这些核酸企业要起背后的大佬赚的钱 老百姓能不找他们算账吗 他们最后一定是鸡飞蛋打 甚至后半辈子在牢狱中 印度你知道穆迪给他搞了个什么事情 他把那个地画给了穆迪吗 那一块儿不画给腾吗 这是给穆迪涨了大分的在国内 结果是这次穆迪给习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把西藏的就是西边 就是墨托那一带 没画这个再给我 习没拒绝 但习提出来 这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大料 习没有拒绝说 哎 这个不可能 墨托怎么能给你们呐 是不是 我给你的话 这几百平方公里没了 习提出了一个 你把达萨拉给我关了 把达雷拉给全部关掉 50万西藏人就是回西藏 这是我第一次说这是大料啊 哎 你看他有狠狠啊 他把这50万人 叫你送回到 把达萨拉关掉送回去 当然印度也没有答应 他这个他提出来 就想交易 你想做交易我就给你开价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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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